公元2018年 随着人们欲望的不断增加 邪恶美食无处不在 不会克制的哆啦A梦 便一直被自己的肥胖脸蛋所困扰 相传 观世音有一法宝 可以拯救大脸 菩萨菩萨 我想听人这样子的 A梦 修得痴心妄想 没有这种事的 那这样子的也可以 A梦 世间万物都有其各自的形态 那我只是想收一点嘛 这件法宝可以帮助你 神奇的东方修容术 哈喽大家好 我是摩依 今天我还要跟大家分享 美妆的四大邪术之一 神奇的修容术 一般修容的话 我们会用到一些工具 那首先是这种修容棒 它是两头的 然后是高装的 但这个不太适合新手使用 因为它不太好晕开 然后就是这种修容粉 修容粉的话 它就可以叠加使用 然后也比较适合新手 比较好容易操作 这下叶 可以在底装的时候 都可以让它有一个基础 好的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来展示 我们的神奇的修容术了 我们先来看一个修前修后的对比吧 区别是不是非常大呀 先着眼妆和唇妆 已经完成了一个状态 咱们直接上修容 修白一号的遮瑕 也提亮我们的苹果肌的位置 还有我们的额头 发力纹 颜中下巴 还有鼻梁 然后用美妆大的按摩拍拍 这里呢一定要注意 拍的区域 你一定要控制好 不要全脸都给体亮了 要不然会看见你更大 然后用修容棒来 把我们的阴影 很高光的部分给画出来 这是我们的鼻梁 鼻头鼻翼 然后全部的下方以下 和鼓含下巴 高光是额头 鼻梁 人中和下巴 还有我们的苹果肌 一定要准确的找到你 修饰的位置 然后用刷子来分别 把他们刷开 这是刷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把那个边缘一定要刷开 要不人家会以为 你抹了煤炭的 还有这是你的刷子 高光和阴影的 一定要分开 要不然会显得很脏 其实像高中的修容的话 如果你掌握的好 会非常的自然 因为它可以完全的 剃合我们的皮肤 最后用美妆 带来按按一下的话 更好会更加的服贴 好 然后用烘焙法来 再次提亮我们的 高光的部分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面部 更加的立体 然后也会让皮肤 看起来更加的细腻 有薄皮的那种效果 接下来用灰皱皱的眼影 来修饰一下 鼻梁 鼻头 眼目的三角区 注意鼻影了 千万不要直直的 连接在你的眉头了 会像电线杆一样的 非常的不自然 然后画一个人中 如果你跟我是一样的 没有人中的话 你可以画一下 这是我私藏的一个秘诀 接下来用非常浅的棕色 来大面积的刷在我们的 颧骨下方 以及下额骨 这一步的话是为了 让你整个修容会 更加的自然 有一个底色 然后再取深一号的颜色 把刷子给你扁一点点 再次强调我们 阴影的最重的部分 然后就是微笑唇的一个打造 轻轻地扫在我们的嘴角 这样会有一个提拉的效果 然后用白一号的遮瑕膏 再把那个下巴打五直 不了酸 是不是很神奇 再加强一下我们的山根和鼻头 然后再用腮红打在我们的颧骨的地方 这样会让整个修容更加的融合 最后就是提亮高光度的就是 鼻头 鼻梁 下巴 以及我们的颧骨 会带到一点在苹果机 这样会看起来 不会扑扑的感觉 好 咱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对比吧 是不是非常大呀 好 今天的新闻呢 到这里就全部完成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啊 那如果大家学会的话 可以省掉10万的整容费哦 这些节目呢